藏传佛教在十几各地受欢迎的同时 我也看出了也有一部分人利用藏传佛教 包括汉地经常有一些假的上师 假的活佛 还有些人本来不是佛教的大德 以这种名义来偏欠 同时我在香港 在美国也看到了 有些人穿着藏传佛教的衣服 但实际上他所穿的根本不是藏传佛教等等 这样一些不乐观的现象 但我自己认为这些不是佛教的过失 应该是对个人的过失 因为有些个人做的坏事 个别人做的坏事 不能对宗教归咎于他 因为在你们科学工作者的领域当中 本来科学的发明和科学的真理是正确的 但是工作者因为没有好好地利用它 没有很好地去使用它的话 那么这也是必然显现 就像当年爱因斯坦本来他的发明 后来而且是大战的核武器 本来他刚开始的目的不是这样的 但后来的时候他也很后悔 但有时候这不是科学的过失 应该是当时有些人的过失 一样的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人 佛教当中也有部分的人 但是这个是他的过失 我不认为是佛教的过失 不承认 Meow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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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